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辉煌的菊树啊 枝叶分批 生长在这南方 独立不移 绿的叶 白的花 尖锐的刺 多么可爱啊 圆满的果子 由青而黄 色彩多么美丽 内容洁白 芬芳无可比拟 植根深固 不怕鱼血纷飞 复兴坚韧 类似人人至事 好 先生 宋玉 我正找你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把园子打扫了之后 到外面去跑了一趟回来 那很好 我为你写了一首诗了 来 我们坐下谈 先生 你刚才是在赞美橘子吧 是的 你念念这首新诗 是 哈 年轻的人 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 竟与局数同风 你心胸开阔 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 你不随波逐流 也不固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 绝不胡思乱想 你炙成一片 七 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做个 忘年的朋友 先生 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 是 是为你写的 先生 我怎么当得起呢 我希望你当得起 你看那些局数吧 他们一点也不交金 一点也不怯懦 一点也不懈怠 是的 他们喜欢太阳 他们不怕双雪 他们那碧绿的叶子 就跟翡翠一样 太阳光越强 他们越高兴 风雪越猛烈 他们却丝毫不献些愁容 时候到了便开花 时候到了便结果 他们的果子 是多么地圆满哪 多么地赋予色彩的变化呀 由青而黄 由黄而红 而他们的内部 你们看 却是这样的 有条理 但你要说他们是万事随人意 丝毫也没有一点骨梗之气 那你们便错了 他们不是那样的 你先看他们的周身 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 他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 他们生长在这南方 也就爱这南方 你要迁移他们 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是一种多么独立不迁的精神哪 是 经先生这一说 我可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 先生的意思是 树木都能够这样 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吗 人 是能够的 老大 你是一位聪明的孩子 你也不大随波逐流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像这橘子树一样 独立不已 令列难返 要虚心 不要做无意的贪求 要坚持 不要同乎留俗 要把你的志向拿定 而且要抱着一个 光明磊落 大公无私的心怀 那你便不会有什么过失 而成为定天立地的男子了 但遇到大街临头的时候 你却要丝毫也不苟且 不迁就 是 我记下了 先生 在这战乱的年代 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 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到 在和平里生 在和平里死 没有什么波澜 也没有什么曲绝 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 要做成一个人 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重要的原因也就是 很多人 都是贪生怕死 在应该生的时候 只是糊里糊涂地生 在应该死的时候 又不能康康凯凯地死 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 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 所以我特意把薄夷提了出来 希望你们也希望我自己 拿来做榜样 我们生要生的光明 死 要死的磊落